2017年,我国主流城市中白领亚健康比例高达76%,其中接近六成比例处于过劳状态。 真正健康的人占比不到3%,亚健康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。 改变人体亚健康状态是当今及未来社会的重大问题,也是科学家的重要目标。 20世纪80年代,美国科学家发现了一种与人体细胞振动频率一致的光线泰赫兹波。 它可以与人体细胞产生共振,从而激活细胞,修复受损细胞和自由基,排除人体毒素。 科学研究表明,泰赫兹波如果不足,人体就会衰老、生病。 所以泰赫兹波是人体最需要的太阳光波,被科学家称为生命之波,被世界卫生组织欲为继中医、西医之后的第三生命医学。 泰赫兹波是光能量的一种,是指波长在3微米到1000微米,频率在0.1泰赫兹到10泰赫兹之间。 鉴于微波与红外线之间的电磁波,它不仅拥有与光相同的直径性,还具有与电波相似的穿透性和吸收性。 泰赫兹波技术被广泛用于天文、雷达、医学成像等领域,被现代医学用于代替X光和其他医疗设备检测。 2004年,美国政府将泰赫兹波技术行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。 而日本于2005年1月8日,更是将泰赫兹波技术列为国家支柱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,举全国之力进行研发。 我国政府在2005年11月专门召开了香山科技会议,并制定了我国泰赫兹波技术发展规划。 我国著名激光与非线性光学专家,中科院院士姚建全,在提到泰赫兹波辐射的安全性时指出,它的辐射量仅为阳光的四十分之一,光子能量低,远远小于X射线能量。 它不同于微波与电波,不会在振动规则性的基础上形成特异的电磁场,不会对生物大分子、生物细胞和组织产生有害电离,不会引起生物组织的光离化,对人体非常安全。 2014年,国泰赫兹波突破了欧美技术垄断,研发成功首带泰赫兹安检1,成为了泰赫兹波对人体安全无害的最后力端,也奠定了科学家们将泰赫兹波应用于生物理疗的基础。 众所周知,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,细胞的生存必须要依赖于细胞核内的DNA,如果DNA受损,细胞也就发生了病变,通过对生命体的细胞照射泰赫兹波,可以使DNA自身放射的泰赫兹波与外部照射的泰赫兹波发生共振,促使构成细胞的体内酵素。 DNA、酶和其他有机高分子的振动活跃化,从而强化DNA的修复机制,使细胞活化性,促使毛细血管的微循环,进而提高体温,增强人体免疫功能,最终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。 学术界普遍认为,人体通过大量吸收泰赫兹波,能有效修复皮肤损伤,维持内脏器官的健康,并预防衰老。 国内权威泰赫兹波科研机构,中国泰赫兹医学研究院,创始人崔勇院长带领科研团队与英国、加拿大等国际顶尖科研机构展开合作,联合公关,终于取得了泰赫兹波在医学应用上的重大突破,并成为国内唯一获得国家认可的,拥有泰赫兹波光能量使用专利技术的医学研究机构。 崔勇院长积极探索泰赫兹波技术的产业化,成功推出了泰赫兹光波能量仪系列产品。 泰赫兹光波能量仪以中医经络学、现代的电子学原理,并借鉴西医的神经系统、淋巴系统、运动系统、解剖学原理。 通过产生的泰赫兹波对人体自律神经进行调节和恢复,最终实现泰赫兹波与基体细胞DNA同频共振,完美传导各种生物信号,对人体起到全方位康复作用。 经实践证明具有良好的理疗作用。 崔勇院长带领技术团队以国家政策为导向,积极投身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。 他带去的泰赫兹光波能量仪,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认可,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。 走在泰赫兹波技术研发的前一路,中国的泰赫兹波研发者必将继续开拓创新,以敏锐的学术思想,严谨的科研态度和基深世界一流的信心,为科技造福人类的宏伟蓝图,贡献自己的力量。